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看了中国好声音播出至今的几期节目,首先要说的是彻底被李健老师给征服了,因为他在好声音舞台上的点评都特别的准确到位,而且风趣幽默,非常有自己的个人观点,但是刚其他的导师最刚的时候又把分寸拿捏的特别的恰到好处,所以看完好声音我又去看了很多他之前在其他节目的表现和访谈,不得不说泰滥之后就更喜欢他了,不仅歌声打动人,而且他人生观价值观给人很多思考,不过今天主要聊的是这一季的战队还有选手。 首先呢先复盘一下过去两场吧,两战队PK的结果,第一场PK的时候呢是李宇春战队VS李进战队,最后呢是以1比5输掉了比赛,只有在第一首歌的时候赵子话赢了比赛,其他四首歌李宇春战队的学员都输了比赛,之后采访总结的时候呢李宇春说是因为这次排兵布阵有点失误了,我个人觉得排兵布阵确实有影响,比方如果说把潘红安排对战高锐的话,赢的可能就会大很多了,但是即便如此呢也只会让比分没有那么悬殊嘛,并改变了, 最后输给李建战队的情况,因为李建战队学员实在是太强了,尤其是在他竹子独具的给选手扣完怎么唱之后,再加上李建老师选曲也很厉害,选的歌都符合选手的个人特点,而且还很适合参加比赛,再来说说李荣浩战队对战谢提风战队的情况吧,最后李荣浩战队呢也是以2比4的大比分落后输给了谢提风战队,这边他们虽然得的是2分,但是其中有一分是加分, 所以5首歌的PK中只是赢了一首歌,就是帮马森林PK品诺曹的那一场,我个人觉得李荣浩战队大比分输的原因也挺形而易见的,首先是他们选的歌曲不太适合比赛,太流行太口水了,这种歌曲因为我们大主对原唱有了很深的印象,所以除非现场的选手发挥的很出色或者很有特色,不然很难跟原创去比,所以也很难有一个更新的影响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李荣浩战队的选手确确实实实实力不是太强,主要因为当初在盲选的时候呢,李荣浩很早的就已经满员了, 然后他满员之后呢就几乎没有再转身,就只转了一次,而且那次还把几乎把最有冠军像的赵子花给置换出去了,之后他就没有再转身了,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他战队的选手就停留在最开始的那些选手,然后跟另外三组选手比,另外三组都是经过层层PK留下的选手,所以整体的水平或者是平均水平就会高于李荣浩的战队的学员,李荣浩战队除了马星仪式中低音非常有特色以外呢,而且颜值很高以外,其他几个四位选手都不是很有记忆点,虽然实力也 都不差吧,但是没有爆款啊,没有冠军像的学员啊,所以我觉得后面几题比赛呢,李荣浩组的学员估计也是比较早会被淘汰的,四个战队相比我个人认为实力最强的就是李建老师的战队了,他战队的每个学员真的都是又好声音,然后呢同时又有很好的外形,说白了就是硬实力都很强啊,除此之外呢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分项目,首先是马迪娜,他首先呢应该是所有的学员里边相对于水平较弱的了,但是很有亲和力啊,非常甜美,非常讨喜,感觉他嘴角永远都在上扬, 随时都保持着微笑,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很有观众员,所以除非碰到真的是实力碾压他的对手,不然如果是实力相当的话,观众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倾向于把投票投给他,接下来呢再说说宋雨宁,宋雨宁呢是原创歌手,我觉得在歌唱比赛当中,如果是原创歌手对于非原创歌手来说几乎就是降维打击,因为正如李建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过,原创歌手他生来就是有优势的,因为这个作品就是他的,基调就是由他来定,所以怎么演也都是对的,相比之下,非原创歌手因为已经有了原创在那里, 所以观众想欣赏的时候就很难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了,很难不去和原创作对比,所以就很难有突破了,比如说当初比赛的时候呢,李文浩战队的颜文君唱了杨成林的语爱,虽然他的身线很漂亮,唱的也很棒,但因为我们都已经听过杨成林版本的语爱了,所以就很难剥离,离不开去对比嘛,对比完之后就会发现,哎,颜文金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难打等观众了,所以明不光是原创,而且还是属于质量很高的原创,至少他在好声音的舞台之上已经 展示这两首歌都是质量很高的,都是几乎已经很成熟的作品了,所以宋宇宁出圈也是实至名归 书高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